台湾新村本土感染133例 连续4天破败 新北市46例是各县市最高 其中三峡校园群聚再增19人 乌克兰不查正平民遭枪决 欧美多国谴责暴行 但俄罗斯否认犯下罪行 中国疫情升温 海商重镇昆山封城 业界担忧 对全球电子业的影响更甚上海封城 林郑月娥宣布不连任香港特首 目前盛传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会辞职参选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管间8点新闻